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历经超过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 那现年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 终究还是不敌排山倒海的压力 正式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 短短一个月内 那拜登先是在首场总统辩论当中 交出灾难级表现 后来又遭遇特朗普奇迹式逃过暗杀死劫之后 共和党绅士大政的冲击 最终在民主党内的逼宫之下 他难堪退选 那拜登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发文表示 考虑到所属政党还有国家的利益 他将退出总统竞选活动 那集中精力完成剩余的总统任期 同时他也全力支持副总统贺锦丽 延续他的总统竞选之路 并呼吁民主党人团结起来击败特朗普 纽约时报引述拜登贴身幕僚的话就形容 拜登在感染新冠肺炎期间 一直处于挣扎的状态 迟迟不愿决定是否要退出总统选举 那一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 拜登直到昨天晚上都还打算 要继续挑战连任总统 但却在昨天下午突然告知 自己决定退选 让不少白宫幕僚感到震惊 还有措手不及 而就在拜登投下退选 震撼弹的几个小时之前 拜登的竞选团队还在大力否认 有关他考虑退出总统大选的这个报道 那早前尽管面对重重压力 但是在公众面前 拜登还坚持称自己会百分之一千的会选下去 除非上帝旨意叫他退选 或者出现了命中注定的意外 以及有诊断 就是没有诊断出的疾病 那有外媒分析指出 其实最终导致拜登退选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特朗普侥幸死里逃生之后 声势大涨 导致民主党的选情跌落谷底 不少民主党重量级的人物 包括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前总统奥巴马等人都担心 如果拜登再不退选 民主党在总统选举当中注定会败选 而民主党人也无法再忍受选情断崖式的下滑 跟着拜登一起沉沦下去 那最后才会跟金主集体逼宫 迫使拜登退选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拜登星期日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抛出退选震撼弹 并表示他将会全力支持副手贺锦丽 成为2024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拜登在天文当中表示 自己将会在剩余的任期内 专注履行总统的职责 因为这符合了民主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 拜登放弃竞选连任美国总统 这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也引起美国选民的强烈回响 有支持者感念拜登长久以来的贡献 对于他被迫下台感到错愕难过 有人则如释重负 认为民主党是时候向前看了 派出更年轻的候选人来领导国家 我感到很惦怯 因为我感觉拜登做了一个好专业 而他真的来到这里 希望能够一起国 我个人感到很高兴 因为我自己很感到 他在几个月前提升 面对竞争对手临时换将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事后接受美国CNN和NBC采访时表示 他相信击败贺锦丽会比击败拜登来得更加容易 特朗普还批评拜登是美国史上最差的总统 无论从能源危机到非法移民问题 都对国家造成了巨大伤害 美国总统拜登连续几个星期坚持不退选之后 终究是不敌党内排山倒海的逼宫压力 不得不退选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迟退选的现任总统 他也是继1968年美国第36任总统詹森以来 第一个放弃寻求连任的总统 民主党林郑换将的决定 会对民主党的选情带来怎样的变数呢 接下来谁最有希望接替拜登 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迎战特朗普呢 那在退选的声明当中 拜登是全力支持贺锦丽竞选总统的提名 不过根据民主党的党规 即使贺锦丽是拜登的副手 拜登退出以后 民主党的代表也能够自由投票 并没有自动将选票转投贺锦丽的这个规定 反正以当前形势来说 贺锦丽仍然是阶梯可能性最大的人选 拜登的背书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有助于为贺锦丽铺平道路 但是未必保证他必然获得提名 那拜登退选之后 现在焦点则落在民主党内 会不会有其他有利人物出来挑战贺锦丽 根据美国CNN的一份最新民调 那贺锦丽跟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支持率 基本上是势均力敌 没有明显的领先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